记者欧速美台中报道,年底九合一选举,进入倒数一百天,台中市第五选区,谭子,大雅,神刚,市议员参选人周永宏,今天召开在的希望,我来守护记者会,喊出神刚先赢,大雅起飞,谭子崛起口号,前神刚乡长刘巴郎,前市议员徐水斌及前县议员林竹旺等街道场站台, 周永宏则强调,选战进入倒数计时,不只要决战一百天,更要迎接胜利周永宏的记者会,今天请来许多小朋友到场提供愿望,许多学童写下不用考试也能就读好学校,还有人想考上音乐班或希望附近有电影院等,民众则祝福周永宏高票当选,周永宏则承诺,在从政的路上, 会让大家离梦想越来越近,前神刚乡长刘巴郎,台中市工商发展投资策进会副总干事徐水斌,及前台中县议员林竹旺等称赞周永宏年轻又活力, 曾任民进党中央党部青年部主任及台中市民政局长,可带动地方发展,为地方带来新迹象,呼吁大家将周永宏送进议会,周永宏表示, 她和妹妹由妈妈独立抚养长大,小时候生活困苦,经常搬家,缴不出学费,幸靠助奖学金完成台大硕士学业,原本计划出国工读博士,因母亲离癌,为照顾母亲而留在台湾, 但妈妈还是在今年初去世,她说,自己是社会栽培长大,希望当选议员回馈社会,孩子是国家的未来,所以特别邀请小朋友到场,希望可以听听他们的愿望,并为给他们更好的未来而打盼。